声音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你去闹一个声音 你就能勾起一段回忆 一个故事 一个人 一段声音就好 你每人生当中印象最深的声音 有哪些 我来录这个节目 每一期都有很多成长 平时我是不关注声音的 平时我是不关注声音的 我从来不会想过 要去看星系 要去看山上的风景 这个节目我应该改名 就叫带着懂得一起成长 对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 我是一个很能代表 现在年轻人常态的一个状态 对 就我们只顾自己眼前的一些事情 就网上能看到 接受到一些心思 打游戏 对 其实大自然的东西 根本就不会去接触 我觉得今天其实是一个开始吧 我会注意这个声音